欺骗全国的老百姓 他每其名叫做严谨战争 事实上并不是 严谨战争 这像旧金金 吴义金 吴义金 这个叫圆金 我们工作一辈子 年老没说的 这个不叫圆金 叫做费修金 所以这个圣子非常的可恶 蔡英文政府一定应该下台 蔡英文 蔡英文 上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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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们现在到了短前路 我们回转过来 他就能慢着到 我们慢慢的前进 今天很不幸运 又有两个警察弟兄 一个五十岁 一个三十八岁 五十岁的郭振乔 他即将退休 现在等不到退休的这一天啊 他就不在了 他家里面 还有父亲 还有母亲 他还有妻子 男女 怎么办 非常的悲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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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待一位警察女生 叫做叶家长 三十八岁 但是叶家还 正在警察弟兄 因为他青春年的神 一被执行成功 而牺牲生命 是这样的 对待在场的民政 对待在场的警察弟兄 是这样的 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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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历 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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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会有表情的 弹路战身不尽善 下来 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